说起张学良与蒋介石二人的关系 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既是朋友又是敌人 张学良曾出兵帮蒋介石稳定局面 蒋介石给了张学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最后张学良为让蒋介石抗日不得不绑架他 而蒋介石更是心狠 直接关了张学良54年 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 说到他与蒋介石关系时 说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话 其实当年蒋介石下令囚禁张学良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只是暂时的发泄情绪 他以为蒋介石消气后就会恢复他的自由 谁知这一等竟然是二十多年 就连蒋介石去世前都不忘告诉儿子 一定不能放张学良 其实张学良在被关后 每天都盼着能见到蒋介石 希望能听到那就恢复他自由的话 后来有一次张学良被带到一个高级公馆 他见到蒋介石后第一句话就是 总统你老了 听到张学良的问候后 蒋介石却是面无表情 直到二人坐下后 沉默已久的蒋介石才开口说话 不过对于还自由的事 他是只字未提 张学良满年时曾说自己这辈子只活到了36岁 假如他没有和杨虎城绑架蒋介石逼他抗日 他都不知道自己之后会有什么经历 他跟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 他早早就在被关着的几十年里释怀 蒋介石最后之所以是那样的结局 都因为他太过于自私 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他这辈子有一点比蒋介石强 那就是自己活了一百多岁 比蒋介石要活得久 请不吝点赞订阅